西娜自从产后付出后就一直很忙,不仅瘦身成功,裂出了马甲线,而且重回到本营,还参加了湖南卫视本季度的爆款综艺,妻子的浪漫旅行。 前几天更是冲到了微博热搜第二的位置,不过这一次,竟然是因为她的演技,在最新一期播出的《我就是演员》中,谢娜作为主演嘉宾和杨荣、海陆、李传共同完成了芳华的片段表演,在其中饰演文工团分队长,获得了导师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,也不由得让人感慨,谢娜的演技被低估了。 作为分队长,面临着文工团即将解放的现实,她的内心有悲痛和遗憾,但在队员和观众面前,她必须克制自己,必须是大家最强大的后盾,无论是安慰小平时欣慰和安伤的交织,还是最终爆木时极力克制泪水,以微笑面对他人的隐忍,都非常有层次地表现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心绪,让角色鲜活起来。 就连现场观战的专业演员都发出那件厉害的惊叹,当一个人的时候,可以稍微放纵自己的情绪,沉默的泪水带动观众们也一起为之哀痛,始终对他的这段表演已经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谢娜站在台上的时候,她就是一个演员,她的真挚的感情都是在人物里面的,而且有控制,就连一向严苛的张子怡都称赞谢娜为安门娜。 演技贝迪说,谢娜其实是老戏古其时,虽然近些年谢娜的影视作品不多,但她早期一直以演员的身份活跃着。 从出道至今已经陆续出演了近20部电影和20多部电视剧,涉猎角色,类型也非常广泛,在电视剧《一双绣花鞋》中,谢娜就曾扮演特务妹妹与孙丽同台标戏,从情感,气势到演技都丝毫不输。 在2005年的《风雨西瓜》,谢娜和孙丽、陈坤、高云霞合作,饰演痴情的悲情女子方佳怡,谢娜还曾采演2008把射雕英雄传,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鹦鹉之爽的华中公主。 除此之外,谢娜还有着多年的舞台剧表演经验,可以说她的演技就是在一场场舞台剧中是打实的打磨出来的。 在《我就是演员》中,沈腾戏称是开心麻花培养的谢娜。 事实上,谢娜第一部话剧就是和开心麻花合作的《想吃麻花线给你拧》,这部戏也成为了开心麻花的开山之作。 谢娜同事还是舞台剧《暗恋桃花园》的主角之一,从2006年的《大陆版》到2012年的副牌版《春花》一直都是那个春花。 2012年,谢娜还和赖胜川导演《二度合作》,主演了《十三角关系》的女主角花香兰,轻松舒适的穿搭。 看谢娜就好了,谢娜不仅在台上是我们的太阳女神,私下的她也更加偏好简单,轻松的穿衣风格,非常重视用型,而且平易近人。 白色卫衣搭配黑色背发裤,真的是非常有学生气的穿法了。 黑白配经典不出错,选择宽大的卫衣和背带裤简林笑,我更加,白皮大衣切勇不过时的真理,下巴白色白色半裙和小板鞋文艺又淑女,配一条牛仔长裤轻爽时髦,运动风也是娜娜比较多尝试的风格。 无论是黑色棒球帽加黑叠加黑色运动半裙的All Black装扮,还是黑色棒球帽加橙白瓶色卫衣加Adidas黑色高腰半身裙,都足够舒适有活力,穿上裙装的谢娜少女感更强。 她适合颜色偏亮的衣服,像这条花色碎花唇衣,领长秀脸衣裙,偏正式的剪裁,让她看起来十分精神,搭配一双一拼接高跟短靴青春亮丽,写纳身穿一条简单的蓝色碎花吊带半身裙。 勾勒足瘦身成功后优美的身体曲线,配合一国的清风美景,看起来十足的优雅复古,偶尔的礼服装扮,也会让人惊艳不已。 青纱和点点星光的小点缀,带来仙气飘飘质感,万能的娜娜到底还有多少惊喜,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吗?真的是很期待了。 感谢观看